大家好,欢迎走进海贱美食 今天做了好吃的黄焖鸡肉一锅厨 做法简单,真的是懒人必备 盖上盖子,中大火,装上13-15分钟 准备一斤的普通面粉 加入酵母粉3-4克 现在夏天天气热,可以少放一点 用280-290克的温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成大面絮,融成面团 对面团需要多揉一揉 揉好的面团直接移到案板上 把它整理一下,然后擀开 这个高火性的干酵母醒发的特别快 一边操作,一边面就随着醒发了 擀成这样长条形的大煲面片 面片在表面拎油 可以抹均匀 不要抹得太多,吃起来油腻 薄薄一层即可 下袋盐,增加一下底味 再少来一层干面粉 然后给它折叠起来 想做小卷子的,咱们就多叠上截止 一边叠,一边排出里面的空气 叠好有厚厚的地方稍微擀一擀 然后切成2-3厘米的小段 取过一个切好的面剂子,用筷子在中间的部位压上一下 轻切拉伸长 然后给它翻转,拧上四五圈 一个花椒的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做好的花椒生坯 盖上饱箱盖,醒发至1.5倍大 起锅热油,放入葱,蒜,姜片,干辣椒 煎烤出香味,放入我们炒过水的鸡块 炒出鸡肉的油脂 这鸡肉我们给它大烤一烤 这样做出来比较香,没有腥味 炒着微微发黄的状态 这个是最关键的,加入一包黄嫩调料酱 炒出鸡块上都沾满一层酱料 这时候放入开水 盖上盖子,炖它10分钟 10分钟以后,我们给它放入配菜 再来一小勺盐,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,放入醒着好的小花卷 盖上盖子,中小火蒸着15-13分钟 时间到了,把火关掉 打开盖看一下 哇,漂亮 把这小花卷先给它剪出来 看一下,花卷底部沾满了糖汁 真的比肉都好吃 有菜,有肉,有主食 做法还简单 特别适合不会做饭的您 放点葱花蒜沫 翻拌均匀 还有少量的汤汁 老美味了 出锅开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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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锅开吃